近日,科学家在对黑色素干细胞进行深入研究后 揭示了头发变灰白的奥秘 头发的颜色取决于黑色素的存在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,黑色素细胞逐渐减少 导致头发变灰白 据网站Life Science报道 国会图书馆和博明汉阿拉巴马大学的资料显示 随着年龄的增长,出现灰白发的几率也随之增加 指出头发、皮肤以及眼睛的颜色主要是取决于黑色素 头发的黑色素由黑色素细胞产生 这些细胞积聚在头发毛囊底部 随着年龄的增长,黑色素细胞的数量逐渐减少 黑色素的产生也随之减少,最终导致头发变灰,甚至变白 然而,最新发表在Nature期刊的研究报告带来了新的发现 科学家对老鼠的黑色素干细胞进行了两年的监查 意外地发现这些细胞在发囊内来回游走 在毛发的活跃生长期间,黑色素干细胞会移至发囊底部并成熟为黑色素细胞 而在毛发生长期较后时段,黑色素细胞则会移回发囊内原有空间 并逆转成熟,变回干细胞 但是,随着毛发的老化,越来越多的黑色素干细胞停止了这种游走行为 无法移回原有空间并成熟为黑色素细胞或继续繁殖 以往科学家认为灰白发的出现是由于黑色素干细胞的减少 但现在这项研究表明,头发可能内含不活跃的黑色素干细胞 有潜力激活这些干细胞并重新注色素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其他干细胞具有这种能力来回游走并逆转成熟期 但这项研究为理解头发变灰白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未来的研究将专注于如何激活这些不活跃的黑色素干细胞 以往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,让人们拥有年轻的头发色彩 天下卫视记者编辑报道